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23号 星期六 董瑶琼又进精神病院了 我以前我说过 我们天津 我门口一帮小伙伙 天津码头文化 有码头的地方都这样 码头文化 它就是伙伙多 门口小伙特别多 小伙伙特别多 门口一个哥们 他聊天快过年了 跟我说过年了 又得去派出所过年去了 我说怎么回事派出所过年 他说这样 他们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 派出所得有人值班 你知道吗 派出所万一出什么事 不还报警派出所也出警察 对 派出所值班 然后派出所值班 派出所也就这样 他说怎么办 就把当地一帮小伙伙都叫来 来来来 不是拘留你 不是抓你 就是来 找你请你吃饭 当然说事情其实大家凑钱 然后把一块吃饭 到派出所那一块去过年去 大家一块过年 然后吃饭喝酒 然后派出所要有电视 大家一块看电视 在那看电视 万一要有事了 就带着他们一块出去 直勤去 现在就去了 当他们去 把人物抓回来 怎么回事 谁那么打起来了 叫这帮人 这几块料 就不能这么说 真的我的好朋友 非常好的好朋友 后来他出了事之后 跑了 出了什么事 跑了 跑了临走 我还记得我还给他透了点路费 当时我最后一次看他 就是挺可怜的 跑了 往南边跑 当时兜里还有个几十块钱 都给他了 人不坏 真的 其实你我跟你说 你接触下来 你发现真的是好人 挺仗义的 人不坏 人真的不坏 就脾气不好 然后也是单亲家庭 肯定都这样 后来跑 跑南方 也不知道 反正惹什么事 他也没收清 他人就跑了 然后他每年一到过年 他们这几块料 就是老惹是生非 没事 就进去了 就一年总有几个月 在号里边 然后 练的都那一工 你知道吗 练什么工 比如说一块聊天 在公园聊天 他公园那不就石头椅子 石头椅子 石头凳子 他一盘腿 坐在椅子上 一坐 聊天 聊几个小时 没有问题 怎么回事 他们说 号里边 知道吗 就是说 这叫一工 知道吗 他们号里去铺 也是特别硬 你知道吗 一盘腿 往这一坐 去聊天 什么事 没有 这就是号里 知道吗 还有身上画的 都是那种乱七八糟的 你看身上画的那种 就是跟小时候书似的 然后颜色还不一样的 那都是在号里 号里 他闲着没事 没事干 怎么办 就开始在地上撒 撒 比如说 有小玻璃茶子 弄个玻璃茶子 或者从鞋 鞋 有鞋带 鞋带的头那不有个东西 撕小尖出来 反正就撕个小尖 然后把鞋的胶皮 抽烟 不是大块鸡 把鞋底撕一点 烧一烧 烧画了 然后就拿 弄个玻璃茶子 混成个什么小尖 然后站着 就在身上 就开始画 给你纹身 就互相纹 你知道吗 就画的什么小宝剑 你知道吗 画个什么 饭袍 你知道吗 然后那帮人 不是纹身的 人都是艺术家 那跟画画一样 你知道吗 他们没画过 不会画 就瞎画 你看你见过 那个你就知道了 那都是 但是你一看那个 你就知道了 你看真的闻着龙 吊着缝的 那都是在店里闻的 你知道吗 当然了 这个也有狠的 但是你要一看 就这种 就是说身上画的 知道吧 都是那种 哪里那种 斜 斜胶底 画了颜色也不一样 那你就知道 这个哥们 你也别惹 为什么 因为他无所谓 坐牢不坐牢 你懂吗 他无所谓 进不进号里 他对他来讲 他习惯 他一年有半年都在号里边 你知道吗 所以他拿个皮球瓶 给你开了 开了怎么着 他等着 你就进去 再待仨月 待半年 我就出来了 对 就都是这玩 你知道吗 接到这什么 就是说 习惯性的进去 你知道吗 有事没事 就进去 逢年过节 进去 两会进去 因为为什么 你先进去 怕你的惹事 万一你在外边 你喝多了 你把人开了 我有点去弄你 对不对 大过年的 我在这好不容易 吃着饭喝着酒 好好的 值着饭 对不对 看着春晚 我还得出去 我还得给你请回来 所以干脆 你也别给我添麻烦 到过年了 你就直接先进来 进来 咱们一块 过年 对吧 我也不能出去抓你 去了 你就都在这了 然后第二天再回家 或者怎么着 有的可能他在那待几天 有的就干脆 这样 他们就等于算是 就是血管 弄一帮糊糊的 当鞋 那个时候的血管 还不发工资 现在可能还给他们 多少发点工资 那时候就血管 跟他在这 你知道吗 有时候给盒烟 给点烟绸什么的 能在这就帮上警察治理 有什么事 就带着他们就出去了 说上 他们就哗就上了 你知道吧 就都是这个 你就都干这个 就习惯性的进去 现在开两会了 董摇晴就习惯性的 被关聚精神病院了 董摇晴是谁 2018年的时候 向习近平的画像泼墨 当时叫泼墨女孩 然后就被送入精神病院 一年半 到去年年底 20年年年底的时候 就回家了 回来了 当时我们说了 说不还发了一段 他视频 看着他也不说话了 在那儿 人也没精神了 知道吧 但看着倒是白白胖胖了 养得白胖胖的 知道吧 说他最近感觉情绪不好 说又失眠 然后就跟他母亲说了 他母亲就跟政府人员说了 说了之后 政府那边说 要不这样 咱先给他送进精神病院 跟他妈商量 就还给他搁精神病院里 进行疗养 然后他妈也同意了 反正就给他搁进去了 据说 并不算是强迫住院 就是说是他妈 然后跟政府商量 给他弄进去了 去了之后 基本上每天也不用干活 就在精神病院里 就是看电视玩玩手机 然后等两会结束之后 再让他出来 你知道吗 其实就跟我们以前 那蒙伙小混混似的 进去了 他也没什么事 其实也有吃有喝的 你知道吗 还真是不是说折磨他们 有吃有喝的 跟人一块看电视 就在陪着警察一块看春晚 就跟这个似的 你知道吗 中国他也是人性化治理 你知道吗 反正就给你搁进去了 但是主要就怕你两会期间 你要是犯病 你又出去泼个磨 泼个漆 什么的 你知道吗 你给我惹祸 所以你干脆你就进来 进来了之后 你在这上 我们养着你 给你一日三餐 然后你再看看电视 玩玩手机 你就别出去了 两会开完之后 你再走人 就这么个意思 据说住院期间 警察和医生 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 现在反正就是习惯性的入院 就这么个情况 中国他就这样 我以前还听说过一种 就是什么 说什么 就是上访户 还有那些所谓的民运 这些人 你知道吗 以前好像据说谁 刘小波的老婆 就有过这种情况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习惯性的旅游 知道吗 开两会了 你别在北京 别在天津 别在呆着 我怕你上访 我怕你闹事 咱这样 我带你 咱去西厢板纳旅游去 走 有警察带着你一块 西厢板纳 然后找个偏远山区 一玩一待 钱由国安出 你那就走了 别与我惹麻烦 知道吗 就把这帮什么上访 盯着户 上访户 反正老闹事的 这帮就 两会期间 就给你带走 弄走 知道吗 带你找个偏远山人 去玩玩 去旅游 找个什么农家乐 你炒个山鸡蛋 就干这个 你知道吧 他就这么个事 他说不清楚 你没法说他做的对 还是不对 是错 还是错 还是他 是错 还是错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对 还是不对 对不对 是错 还是 反正应该是错的 应该是不对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前两天提到了谁 陈秋实 有人问我 陈秋实 方斌 后来 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 还有好几个人 就私下来问我 我想想 这个事 其实陈秋实那边事 我们现在其实是不准确的 陈秋实那边不准确 对方斌这边 其实我现在 我听说了一个 我觉得比较靠谱的一个消息 我后来我想想 我看看明天 明天我们干脆发在会员里 因为这种事 都是小道消息 陈秋实特别不靠谱 我来问我来了 我也跟他们说了 我说这个也不是特别靠谱 不过他们有一个跟陈秋实 关系比较好的一个人 他跟我说 其实就类似的消息 他们那边也得到过 他说明 就是说反正消息差不多 但是这两天 我们又有了另外的 主要是关于方便的消息 跟陈秋实 其实关系不大 回来不是特别准确 我回来我哥在会员里边 是吧 好不好 反正董摇琼 过完两会就出来了 然后反正往开处想 警察 医生对他还都比较客气 对他还不错 反正也不用干活 一日三餐 看看电视玩玩手机 电视估计 也就是反正看看两会 看看两会 洗洗脑 学一学习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反正要给我的话 我会很难受的 我不知道董摇琼怎么样 反正如果是我 我就不是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董摇琼是想移民的 董摇琼当时泼沫的时候 其实很明确 就是说希望海外的机构和媒体 能够让他走 他也想像什么陈刚成这样子 就出来 想离开中国 我不想在中国呆了 但是最后 他想的 就是说理想的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最后是这样 反正令人很心虚 很难受 看着他这样 其实我是替他很难受的 不过我觉得他可能也不难受了 到了最后 我觉得在那种地方 药吃多了之后 人可能也还挺胎海的 所以怎么说 我觉得反正中国人的 目前就是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现状 也不光是他 很多人都是这么一种现状 我们 不知道说什么 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 精心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